今天的发烧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台铁列车长遭到旅客攻击事件评传 为了防止意外再度发生 台铁从今天开始要配发防身喷雾器给列车长 目前是先开放给台北跟基隆车班 总共180名列车长先行佩戴 那么事半阶段如果成效良好的话将会未来全面实施 不过日到暴力事件的时候其实处理上还是有SOP的 包括第一步要赶快进空车厢疏散旅客留下歹徒 第二步则是立刻通报下一个停靠站请警察上车支援 那么第三步才是可以使用这个防身喷雾 这个距离你就可以做使用 示范如何保持距离安全使用防身喷雾 台铁列车长遭旅客攻击事件评传 就怕再有意外发生 台铁从现在起将配发防身喷雾给列车长使用 它会丧失视觉能力 再来就是它会打喷嚏跟咳嗽 那随住行的防御喷雾你在密闭的空间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乘客 目前先发放给台北级基隆车班共180名列车长 事半阶段才非强置信 上班领取下班缴回 成效好的话不排除全面实施 如果有的话确实行车上会比较有个保障 如果真的遇到危险的话 列车长的防身装备再升级 为了避免有执法过当疑虑 台铁强调如果列车长在车上遇到暴力事件时 还是得依照SOP先进空车厢 再通报铁路警察 如果旅客持续有侵略性的攻击 防身喷雾将是最后一道防线 跟旅客先来做沟通 旅客还是失去理智或有一些脱续的行为 列车长可以用防染喷雾的一个部分 来作为保护自己跟旅客的安全 台铁列车长执勤 碰上纠纷经常得站在第一线 新政策上路要让前线人员不再赤手空拳 面对危险 记者露营一猜一如台博的